請問,請問,你有沒有某些關鍵字你打了之後,找不到你要的資料? 嗯,很強 郭文貴雖然很厲害啦 但是畢竟他的上面的資料其實在真實的世界面 總是還是非常,占的量還是非常少 那你找不到你會下車怎麼做? 換關鍵字 換關鍵字? 啊你要換多久才會找到? 哈哈哈哈 看每個人的本領對不對? 對,看就不一定 每個人看家跟你不一樣,所以那個哈哈哈哈 會使用的絕招不同 那你就是要那個找那個關鍵字啊 因為有些關鍵字找不到有幾種情形 一個是可能它比較新的 所以比較新出來了 另外一種是說,這個資料本來網路上大家PO上去就比較好 或是相對比較冷門嘛 比較冷門 那你又要想要知道這一方面的訊息怎麼辦? 因為一定有可能,你可能當時找的時間點是比較早的 也許資料比較早 可是後面也許慢慢會比較多 那你會不會隔一段時間就去找一下? 有可能對不對? 但是這種動力通常不見得能夠持續很久 哈哈哈哈 而且有時候就忘記了 可能你就 E-mail給你啊,每天都會E-mail給你啊 對,所以這個東西叫Google快訊 也就是關鍵字也可以用訂閱的 你可以訂一天一次 把我的那個畫面給你看一下 應該是它有一個服務 有一個服務叫做 來,回到網頁這邊 它會有一個叫更多 有沒有 我現在是放太大了 這邊 有一個更多 裡面的更多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知道的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喔 那更多裡面的更多 你進去之後就會看到 好,更多裡面的更多 嘿,更多裡面的更多 你會找到一個叫做Google快訊 看一下 喔,看到了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 訂閱各種你有興趣的主題關鍵字 它會用E-mail通知你 好,用E-mail通知你喔 因為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這些關鍵字呢 你可以自行掌控 你可以隨時增加或修改 所以你可以 把你的關鍵放進來 那 你找的關鍵字 你可以是同一個關鍵字 或加上兩個關鍵字 一起來都可以 好,你講 因為有兩個關鍵字 表示什麼 兩個都要符合才算嘛 對不對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自己 我有訂閱我的啊 哈哈哈哈 我會訂閱一下自己 欸,你們有沒有找過自己 自己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你看我去幹嘛 有時候你很紅欸 有 剛剛就看到網友慶 對 有有有有 我知道 最近我剛過來 我有看到網友慶 哈哈哈哈 那個在選議員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欸 其實你可以是 像我在這邊的話 欸 我還有一個是 訂閱兩個關鍵字的 有沒有 你如果有兩個關鍵字 你就用豆點割開 跟我們一般收訊引擎的技巧一樣 好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為什麼有時候你要找一下自己的名字 因為搞不好你的個資在上面啊 真的啊 所以我並不是為了 哈哈哈哈 為了增加這個 瀏覽量 不是 因為有些人他會引用你的東西 對不對 好 那 後來我提到你的 我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我的哪篇文章 是可能出現在哪邊 好 那 像我自己就有一個經驗 我之前去 一個學校 我們是做協商教學 我在網路上找我自己的名字 竟然要看到我全部所有資料 我的那個申請的那個 所有文件 就是校長資的基本資料 通通都在上面 因為他們的承辦老師 竟然把那個文件就直接 填在網路上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請趕快下架 請趕快下架 所以 那這個是有可能你會遇到的 所以 除非你是蔡世民 蔡世民那 就沒辦法 因為很多人跟你一樣 那你要規律的 可能就要 關鍵字多一點 就在 水裡的 某某人 這樣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查一下你的電話 甚至身份證 搞不好有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 因為 會牽繳各自的問題 你總是不希望人家打擾你 對不對 好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叫Google關鍵字的 叫Google快訊 給各位分享一下